说到朱建深,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肯定是痴情皇帝,姐弟恋,对他的忠贞爱情故事十分感兴趣,对于爱情,他是位值得所有男人学习的专业好男人,但是痴情的对象却是毁大家三观的比自己大十七岁的奶妈万真儿,其实明献宗朱建深除了爱情故事标签,他还是一位铁血帝王。 接下为大家揭秘这位痴情皇帝的铁血一生,1449年,正统14年,明英宗被宦官王阵怂恿带兵亲征瓦剌,但是战争失败,而且成为了瓦剌的俘虏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,在明英宗被掳走之后,朱建深的叔叔朱祁玉被于谦与众官推荐成为了皇上,也就是历史上的明代宗景太帝,当时推荐的时候需要征得太后的准许,太后答应的条件就是需要立朱祁镇的儿子朱建深为太子,也就是朱祁玉遂为皇帝,但以后皇位还是要回到朱祁镇这一脉。 因此这个时候,朱建深第一次被立位了太子,1452年,景太三年,也就是距离土木堡之变三年后,景太帝改变了主意,废太子将朱建深贬为遗亡,并将自己的儿子朱建记立为皇太子,但是在朱建记被立为皇太子的第二年,就发生了意外去世了,明太宗对此十分悲伤,并将朱建记追封为怀宪太子,1457年, 景太八年,明太宗朱祁玉因为自身病重又没有子嗣传位,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引起了朝廷动乱,所以在大臣的拥护下,明英宗再次复位,明英宗复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明太宗废为成王,在明太宗病逝之后,明英宗给了他一个嗜好力,还把原来封为怀宪太子的朱建记追废为世子。 除此之外,重新恢复地位的明英宗,把朱建讯原本的名字,从朱建讯改为朱建讯,还恢复了朱建讯的皇太子地位,这是朱建讯第二次被立为太子,小时候的朱建讯命运并不顺利,也是多苦多难的,虽然太子之位势而复得,但是在这个过程中,他的精神高度紧张,每日都生活在叔叔明代宗朱祁玉的监控之下, 由于自幼就经受了如此大的打击和皇位之争,因此,在重重压力之下,朱建讯落下了一个口吃的毛病,土木宝之变瓦剌逮捕了明英宗,主要是想要挟明朝。 但是明朝很强硬,还立了新皇帝,瓦剌眼见要挟不成,遂率大军进犯北京,于谦领导和组织了京师保卫战,并最终取得了胜利,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,使明王朝转危为安,而且在明英宗被捕之后,也是于谦主导的立朱祁玉为新帝,使瓦剌的要挟不能得逞。 可以说,于谦在北京保卫战重力下了不适之功,是明朝的民族英雄,新皇朱祁玉登基后,对于谦是方听计从。 即为礼敬,吕家风赏,多次探视,远远超出了一个皇帝对臣子的限度,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,也都由于谦一方裁决,名为兵部尚书,实为景泰朝的实际首相, 但是朱祁玉只当了八年皇帝,就发出了南宫复辟事件,明代宗朱祁玉死后,明英宗朱祁镇收回了皇位。 复位后的明英宗对于谦先前不顾他的生死拒绝意和怀恨在心,并且拥谨地忠心,就下令捕他入狱了。 随后在天顺年间的时候,于谦在北京的东市备展,抄家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,孝然仅书记而已。 朱建身登基之后,第一件事,就是平法了明英宗给于谦制造的冤案,为其力杯哀悼,赢得了民心,以及一些有志忠臣的赞赏,为于谦平反事件深得人心,土木宝之变之后, 建州女真人对明朝越来越不尊重,开始罢贡,并且攻杀明朝边强村寨,以及袭击明朝商旅,建州左卫领袖董山,努尔哈赤的先祖,曾杀掠边民多达十余万,以致明朝的东北边疆出现了极大的损失。 此时明朝当政的皇帝正是刚满二十岁的成化皇帝朱建身,面对董山的挑战,成化皇帝朱建身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 一千四百六十七年成化三年四月,董山等人接受明廷招服,赴京师朝贡,明朝廷有求必应,但结果,女真亲扣,依然不止。 而且董山放话,扬言归起覆叛,成化皇帝大怒,将只对建州进行毁气巢穴,掘起种类的血洗,此次行动被称为成化离庭。 八月,董山在广宁被明军诱杀,离古纳哈逃回建州,九月,明廷命靖鲁将军赵福等率领五万大军分道出师,直讨建州大本营佛阿拉,此次军事行动共勤斩女真人一千七百余口,明朝还向朝鲜将旨要求共同出兵。 历经一个月的围剿,供契债四五百座,并释放女真人的包一千余人,女真董山部和李满驻部被彻底剿灭,到了成化十五,一千四百七十九。 年时候,修养生息了十几年的建州女真,又开始侵犯边境,成化皇帝此时依旧是一个急脾气,他依旧是毫不客气地对女真人进行第二次进脚,这次是最狠的一次。 这次围剿建州女真的战争,直接让建州女真部落联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,损失惨重的建州女真部落不仅失去了多位杰出的首领,整个部落联盟开始彻底瓦解。 甚至倒退至原末明初的分裂,无序状态,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,建州女真各部间分裂斗争愈发激烈,甚至都走向了刑目将就的消亡状态。 明朝统治者对于女真族这当头一棒,为明朝边境百姓换来了一百多年较为平稳幸福的生活,成化离亭事件造就了明朝铁血帝王朱建申。 他是纪朱元璋,朱棣之后的第三位铁血皇帝,明朝成化之后再也没有如此铁血的帝王了,可以说正是成化的这次铁血壮举,延续了明朝一百多年的历史,一提明宪宗朱建申,必会跟着一个关联词,万真儿。 因为事实是,朱建申专宠万真儿,达到了生死相随的地步,明宪宗朱建申两岁时,父亲朱祁镇和叔父朱祁玉就因为争夺皇权而陷入尴尬的关系,朱建申曾经被尚未为王的叔叔朱祁玉便为废太子养在身边,朱建申的祖母孙太后怕孙儿遭逢不测。 便暗中前使,自己最得力的宫女万真儿陪伴,侍奉在年幼的朱建申身边,当时,万真儿十九岁,朱建申两岁,深安后宫生存法则的万真儿,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朱建申,从不计较他是不是太子,有没有未来,坚定地陪朱建申一起度过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,随着朱建申渐渐成长起来, 他对温柔细心的宫女万真儿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,爱恋的种子在朱建申的心中开始萌发,他暗暗发誓,如果自己将来有翻身之日,一定要娶万真儿为妻并尽己所能给他想要的一切。 明献宗即位后,果真不顾理智的迂数,力排众矣,将万真儿纳为皇妃,万真儿为明献宗诞下皇子后,明献宗立刻进封其为皇贵妃,只可惜,万贵妃所生皇子天生雷若,未满周岁就妖亡了,之后,万贵妃便因为年纪渐长,身体状况不佳的原因,再也没有为献宗诸建申诞下皇寺,明献宗喜爱书画艺术, 在欣赏宗人的子母鸡图时,剑画中母鸡与小鸡欢快觅食的温馨场景,就联想起万贵妃早邀的喊,思绪凝结,感慨万千,明献宗知道万贵妃最好把玩瓷器。 为了博取万贵妃的欢心,就命景德镇官瑶绍制一批激刚杯送予万贵妃,表达自己希望,和万贵妃儿孙绕夕,共享天伦的美好心愿,公元1487年,成化23年,58岁的万真儿去世,朱建申是放声大哭,说,真儿不在人世,我一命不久矣。 七个月后,年仅41岁的朱建申兑现了诺言,甲邦。 千古帝王,后宫何止数万,都说自古皇帝多好色,禁阅天下美女,然而朱建申却诠释了另一种爱情,也许他对万贵妃是恋母情节,也许是报恩,乃至亲情。 但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另一半的真挚和坚守,却是在帝王中极其罕见的,都说罪是无情帝王家。 但朱建申成就了一段皇家罕见的美丽爱情故事,万真儿在受朱建申独宠后,在后宫胡作非为,有恃无恐,搜罗了大批太监和奸命之人为自己的喽啰,这些人依仗万贵妃的势力,遗旨气使,骄横跋扈, 内外大臣敢怒而不敢言。 朱建申也因为爱物及乌,对他们任意放纵,万贵妃更嫌自己身居后宫,不能控制宫外局势,因此又找来一个烟祸以作外影,这个人就是汪直,汪直被万贵妃推荐给朱建申后,很快就得到了朱建申重用和信任,成化十二年,一千四百七十六年,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,在朝中多有亲信, 据传他有意识君,幸亏锦衣卫及时发现,将他伏法,先是妖狐掖出的传言,接着是李子龙阴谋作乱,种种迹象导致成化地破为惊慌,为了深入了解官员百姓的情况,成化十三年。 他以宦官汪直为首,从锦衣卫挑选提起,设立西纪市场,也就是短暂一时的西场,同时设立西场,有一部分原因是,朱建申当时对明成祖时期就设立起来的东场产生了一定的成见,认为他们权力过大,官僚主义严重。 所以设立西场,以平衡东场的权力,西场是以汪直为首,他把持西场之后排除一几,多次作为监军随军出战,所到之处,无不巧取豪夺,仿佛蝗虫过境,成化地朱建申对此颇为不悦,最终索性把汪直留在边关,最后赶去南京并下旨废置西场。 没过多久,朱建申就接到了汪直党羽对汪直的吹捧,说汪直公正无私,建议恢复西场,对汪直念念不忘的朱建申立即顺水推舟,恢复西场,让汪直官复原职,汪直从此更是飞扬跋扈,公元1479年,成化15年的秋天,朱建申让汪直巡视边疆,汪直沿途接受边关的讨好,奢侈铺张到了惊人的地步, 还将对自己不敬的兵部侍郎马文生加上了扰边的罪名,把他贬述编程,大臣们纷纷上书,接批汪直,请求撤销西场,朱建申终于将汪直及其党羽罢官驱逐, 并撤销了西场,成化帝朱建申至西场信任汪直,从而导致以汪直为首的西场胡作非为,骄横跋扈,制造了许多的冤案错案,扰乱朝政,此做法是糊涂的,对朝政不利, 但是后来也发现了问题,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,撤销了西场,将汪直及其党羽罢官驱逐,整体还是值得称赞, 万真仗着成化帝朱建申的宠爱横行后宫,他也曾怀孕生下一子,但不幸早邀,他身心受到打击,而且年龄也过生育之期,并从此不育, 但是万真为了独享专宠,横行六宫,对怀孕的后宫妃子大加迫害。 采取毒杀,堕胎等办法,使得朱建申日思暮想的皇子一直没有出生,直到有一次, 太监为成化帝梳头,成化帝坐在镜子面前,看着自己头上的白发安生叹气, 太监看出了成化帝的心思,偷偷告诉成化帝不用为皇位传帝发愁了, 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,已经五岁了,养在宫中,成化帝听后大喜,立马下令去将儿子接过来。 这个儿子就是明孝宗朱又棠,那为什么他已经有了儿子,自己却不知道呢? 原来,五年前朱建申在视察自己的内裤时,看到管理仓库的宫女举止镇定, 故而对其产生了兴趣,意识兴起,将其临兴,谁知道, 这个管仓库的小宫女竟然怀孕了,这当然瞒不过消息灵通的万贵妃, 于是万贵妃派人去调查,也许是善心大发,派去调查的人回来,竟然说宫女没怀孕, 于是这一胎暂时保住了,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, 几个月之后,宫女生下了一个男孩,得知消息的万贵妃十分震惊。 为了弥补错误,他派太监去溺死新生的婴儿, 也许是因为万贵妃多年的所作所为,早已不得人心, 又或者是因为太监当时内心的善良驱使, 他并没有将男孩溺死,反而串通其他太监, 宫女和后妃将其抚养在后宫之中,只瞒了万贵妃和明献宗二人。 而且这一瞒就瞒了五年,万贵妃去世后,后宫终于恢复了平静, 朱建申悲痛过度,不久也驾崩了, 朱建申与万贵妃的爱情很令人钦佩, 但是堂堂的大明也差点因为万贵妃绝种,令人唏嘘, 好在朱建申一时冲动林姓宫女之举, 让大明皇位后继友人。 没有让历史改变,朱建申的童年因为两立太子事件其实是痛苦度过的, 从他继位之后做的几件事情整体来说是大明王朝中的明君, 他恢复了叔父朱祁玉的尊号魏北冤杀的于谦平反,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铁血一面, 成化离亭事件直接让明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, 如果当时把女真人灭绝了, 可能后来就没有清朝什么事了, 但是他和万贵妃之间的姐弟恋, 使得万贵妃扰乱后宫, 甚至差点让自己绝了后又致西厂信任宦官汪旨, 有他后期糊涂的一面。 但是整体不影响朝政的发展, 不影响他为明朝的一代明君, 我相信历史会一直记住这位铁血的痴情皇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